国会委员 同志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就要胜利闭幕了 我们要从上学习 加强学习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把科学理论武装成果 转化为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 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 人民政协在学习中走到今天 要在学习中 更要在学习中走向未来 面对新时代 新方位 新使命 人民政协必须继承学习的光荣传统 把学习作为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 在履职实践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物源理 求真理 民事理 努力使思想 能力 行动 跟上中共中央部署要求 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需要 努力使建言资政 更加建之有方 言之有理 资之有效 要充分运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 宝贵精神财富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统一战线的历史 人民政协的历史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深刻理解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闭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